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这个是一棵益春兰 可不过这棵是四个体的 它就不是普通的益春兰 它的豆子比较长 它的花比较大 那通常这种个体它的叶子也比较长 这棵的个体植株是蛮大棵的 那这棵开的是比较偏红花系列 也是一样浓浓的牛奶香 那通常私人个体呢 这些几年是还蛮常见的 它不是那么稀有的状况 那为什么会有私人个体呢 私人个体就是它利用自然界植物比较多 我们之前有指证过植物比较多 植物的私人个体的状况是比较多的 那基本上动物很少 它大部分的私人个体都可以活下来 那甚至它可以产生后代 然后产生后代之外呢 它的那个花会比较大 而且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果夹也会比较大 它的植株也比较大 所以呢 其实在很多的那个兰花 它会把它弄成私人个体 私人个体的植株的状况会比较好 而且它花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有观赏性 但是私人个体其实也可以用人工方式种出来 可是比较少 大部分比较少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颗 这一颗其实是一颗还不错的 今年开花性开的还OK的一颗私人个体 它豆子是蛮大的 没有比例词看不太出来 我把手放过去给你看一下 它的个体你看 其实还不小 它其实还不小 所以这种私人个体呢 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它开花的花会比你普通的 看到的益春兰的花会再大 那除了益春兰有私人个体之外 其实很多都有 像18磅也有人做出私人个体 18磅的私人个体 它的植株就会比较长 然后它的花会比较大 这个就是那种做出来 要让它的那个表现型会更漂亮一些些 那所以呢 如果你有外面有看到那种私人个体的话 不妨可以搜搜看 通常它的花会比较大 没有像是那种原本的个体这么小 它植株也比较大 假设你喜欢大植株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找那个私人个体的植株 它大很多 而且花会大很多 那这一颗呢 其实也是花式买的 那之前是私人个体的有一阵子不多 不过这几年其实慢慢的随着商业化的经营 它会选出那种私人个体的植株 通常私人个体的植株就是 花比较大 然后叶子比较长 然后植株比较大 就这样子 它相对那种益春兰 像这一颗相对普通的益春兰 几乎大的 它豆子几乎大了一倍以上 不过因为它的花没有一种的很好 所以其实今年的花没有开得非常的壮硕 这个算是拍得普普通通 开得普普通通 那所以呢如果你们 最近应该是它的花季 像我朋友那边 它在圆子里面 它的花开得比较慢 像我这边都已经开始来花了 它那边其实才刚打花吧 因为上次我上礼拜去 它圆子那边闲晃的时候 就跟他说奇怪 你这边的益春兰还没有开始开 然后他就说奇怪 但是问题是 我说我都快开完了 我现在都已经 开到中后段了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花都已经开到快卸了 因为这个益春兰的花季 大概在一两个礼拜左右 如果你放到家里的时候 它会产生像这种 就会有浓浓的香味 其实益春兰非常多种 那最近我还有看到那种 长挑型的非常漂亮益春兰 可价位非常的高 这益春兰 原产在南美洲 就是南美洲的一种兰花 那其实这几年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像这个以前我记得这样 很大一只猪 好像买在四五十 五十还是一百块吧 非常的便宜 因为如果你想要做繁殖的话 一出人 记得把它结晶剪下来 像这个结晶 这个是一个结晶 你可以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 剪下以后呢 它让它发根 发根以后呢 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结晶了 所以它的那个繁殖非常的简单 没有想象中这么难 那因为繁殖简单 所以现在市场上也很多 所以变成说它的植株量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有机会 最近可以去找找看 可以找找看四人个体 四人个体在兰花界非常非常的有趣 植物界也很多 有很多那个果树也是四人的 所以呢 这是植物特别的地方 大部分动物的四人个体都会死亡 大部分 少数少数会活下来 那大部分都会死亡 OK 那这个就是现在的盛产 牛奶糖味的依纯蓝 这好像又有人叫做 我有忘了叫什么 嫖心蓝还是纯青蓝 反正它就是我们通常 普通称都叫义纯蓝 义纯蓝为主 这个还有黑色的 像这个是红色个体 那下一次如果养到黑色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最近有点想收集它品种的义纯 就是不同的 这种义纯是非常多品种 在南美洲 南美洲 南美洲的 它们的雨林里面出产的一种东西 OK 好 好感谢大家收看 这个就是 很好 我觉得很好看的兰花 虽然 它花没有很大的特色 但是它的香味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你想像中一个兰花 它有牛奶 牛奶糖 不是牛奶香 牛奶糖香 就是它的 OK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粉丝 订阅 以及